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 实践断舍离呢 首先要训练自己 保持三种积极的心态 第一就是在任何时候 都以我为主 以我为中心来做决定 要过上以人为主导 而不是以物品为主导的人生 也就是说 在看待事物的时候 要以我和事物的关系为出发点 必须只考虑当下的我 比方说 当下的我到底还需不需要这个东西啊 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它呢 反复地这样提问 来逐渐清晰 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 避免掉入被物质控制的思维模式 否则呢 将永远是物质的奴隶 尽量地避免不停地去想 这个东西还能不能用 这个东西便宜不便宜 当初花了多少钱买的 现在再也买不到一模一样的了等等 那如果当下的我 不喜欢或者不需要 就应该立刻处理掉 以免它进一步占据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当这些东西消耗我们的精力的时候 我们甚至是无法觉察的 要学会正确地对待可惜之情 假设你是一件物品的话 你一定希望被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而不是被遗忘地躺在某一个角落 发挥不了切实的作用 珍惜这一件物品 不是一直抱着它不放 而是让它在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比方说 随着你的气质和品味的升级 有些五年前十年前买的东西 已经不适合现在的你了 那么不如把这些东西 传递给更需要的人 二十岁的时候戴电子表 那现在你三十岁了 想升级到更保值增值的机械表 那么完全可以把老款的手表送人啊 以前你买回家的一只LV的包包 现在眼光变了 已经不打算再用那种满是logo的包了 不如把它送给长辈或者是卖二手 让喜欢它的人开开心心地 来享受这个包包的陪伴 还有啊 有的时候家里有闲置的婴儿车 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看到它的时候就会想到 宝宝小时候一家人 推着婴儿车出游的场景 可是呢 你明明不打算再生二胎了 放在家里 它除了生锈 不会有别的用处了 就不如把婴儿车卖二手 或者送出去 可以让其他的宝宝继续使用 那你的美好回忆呢 也并不会因为东西送人了 而中断 还可以继续在别处 延续更多的美好回忆 第二 要学会宽恕自己 宽恕他人 人人都有一种 言行一致的愿望 我们买回了物品 但是没有用 等于背弃了 当时购买的时候的承诺 所以很容易产生愧疚感 甚至产生挫败感 不再相信自己的决策力了 习惯性地自我否定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告诉自己 迟迟地不去处理堆积的杂物 还要经常看到他们 这就等于是对自己持续不断的一个负面的评判和内心的惩罚 一件商品从使用原材料开始就已经在消耗地球资源了 这已经成了不可逆的事实 其实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特别买东西 从来没买错过 每个人都得经历花钱买教训这样一个心理路程 有时候我们要学会原谅自己 学会和自己和解 也不要去责备那些买错东西的亲朋好友 比方说你在面对买了很久 但是从来没有听过的英语CD的时候 会很愧疚 这个时候就要学会原谅自己 你可能会觉得 没有把英语CD听完学完 所以就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外企工作的机会 甚至失去了高薪和国外出差的机会 听起来真是一连串的遗憾 想当初买这个CD的时候 是为了一种美好的憧憬 但是事实是 你就是没听完啊 笔记本电脑都升级换代成没有光区的了 所以这些CD真的也就再没有用处了 批判和惩罚自己也于事无补 第三 突破不配得心理 不将就 什么是不配得的心理呢 如果平时我们已经习惯了 生活在不喜欢不需要的事物当中 也就是经常会处在将就凑合的状态 那么你就是在潜意识里会经常告诉自己 我配不上更好的 举个例子说 我们买水果的时候 明明你想吃芒果 但是会觉得它太贵了 还是买个苹果来将就一下吧 反正也是水果 但是呢 你其实并不想吃苹果 最后买了一个苹果回家 一直放到它腐烂 根据我了解啊 很多人就是这样 生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还未必能够醒悟 没有经过整理的人 在选择人生道路 人生伴侣的时候 都很有可能是将就 就算别人告诉你说 你不适合这个物品 你配得到更好的 那它也经常是一头雾水 当我们提高了门槛 只选择那些喜欢的物品 陪伴在身边 生活环境会大大的改善了之后 会发现呢 自己的内心会更欣赏和喜欢自己 自我价值也会得到提升 会更加的快乐和自信 不将就 人生会因为越来越有质量 而变得更讲究 更幸福 好 那心态调整好了之后 具体要怎么样去实践呢 在这儿 作者给出了几个实用的行动方法 第一就是筛选物品的时候 要标准尽可能简单 舍弃物品的时候 要有仪式感 首先哈 在筛选物品的时候 分类要简单 最多分成三类 必须品 备用品 和没用品 其次呢 舍弃物品的时候 要有仪式感 和物品进行告别 物品被随意地丢弃 可能会产生怨念 所以我们丢东西的时候呢 请带着尊重物品的心 说声 谢谢 对不起 这一点很多人都很难做到 得之容易 弃之如碧履 这可不是我们推崇的 毕竟呢 这个物品曾经陪伴过你 如果你觉得 对物品做告别仪式 感觉很奇怪 那么可以尝试着 向物品的设计者 生产者默念 谢谢 对不起 当你把自己不需要的物品 转送给别人的时候呢 请注意这时候的语气 比方说 这个东西我没有机会用了 你能不能收下它呢 如果你不能物尽其用的话 那就用你自己的方式处理它吧 把物品给出去 其实也是一种艺术 赠送需要从资源汇聚者 送到资源短缺者的手中 从高到低 而不是从低到高 对现有物品要精挑细选 做到数量可控之后呢 每当补充一件同类的物品的时候 就应该相应地丢掉一件 或者是反过来做 先淘汰一件 然后留出新的空间之后 再请新的物品进家门 第二 就是个性化的安排整理时间 根据能够利用的时间段 来安排整理行动 我们常常会觉得 哎呀 我没有那大块的时间 去整理啊 其实不用强迫自己 必须要留出好几天的时间 来做整理 比方说 你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 那好 那我们就来整理一个抽屉的东西 而不是强迫自己 必须要整理好整个房间 从小处开始做 减少我们个人的压力 可以通过一点一点的整理 获得成就感 并且积累自信心 初学者的话 可以每天整理五分钟 从这儿入手就可以 第三 收纳的时候可以参考 七五一原则和三字原则 七五一原则当中的七 就是指呢 看不见的收纳空间放满七成 留下一个出入的通道 给人一种想要收拾整齐的冲动 五就是指呢 为了美观起见 再看得见的收纳空间 比方说红酒柜啊 这样的地方 一般呢 只放到五成 一 是指呢 在给别人看的装饰性的空间 只放一成 要主次分明 这一点我们可以去观察 奢侈品大牌店 他们的橱窗摆设 会给人获得很多的灵感 三字原则当中的自 就是自己的自 这三字呢 就是自立 自由和自在 自立呢 就是比方说哈 卫生间的毛巾 要垂放挂起来 厨房切菜板呢 这样的物品呢 让它尽量的站立起来 自由是说物品要精简 但是呢 也让自己有多样化的选择的自由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限制 自在 是说 把衣服卷起来 形成一个固定的造型 这样就可以随意地 放到任意的抽屉里了 也就是说 东西听话了 人就自在了 最后哈 一个动作就可以拿到物品 比方说 我们撕掉包装盒上方的纸盖 就便于 拿到盒子里面的物品 这种思路 也可以用来进行 新房装修的设计 还有家中各种物品的 收纳的规则制定 好 说了这么多哈 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的问题 第一 断舍离是什么 它能给人带来怎样的变化 断舍离呢 其实就是一个公式 断加舍等于离 断等于是断绝不需要 不需要的东西 减少不必要的购买 舍呢 是舍弃多余的废物 从现有的物品当中做减法 离等于是脱离对物品的执着 要先舍 再断 再离 学会断舍离可以节省时间 提高品位 提升内在的能量 第二 我们为什么会舍不得扔东西呢 因为这三种人格特征在阻止我们 逃避现实型的 执着过去型的 担忧未来型的 我们要扔掉三类东西 就是不用的东西 还在用 但是却不适合自己的东西 不用了 但是却充满了回忆的东西 第三 断舍离的思考法则和实践方法 首先呢 就是要训练自己 保持三种积极的心态 第一就是任何时候都以我为主 第二呢 要学会宽恕自己 第三 要突破不配得的心理 不将就 其次 断舍离的实践方法中 第一就是筛选物品的时候 标准要尽可能的简单 舍弃物品的时候呢 要有仪式感 第二 个性化的安排整理时间 根据我们能利用的时间段 来安排整理行动 第三 收纳的时候可以参考 七五一原则和三字原则 最后呢 就是一个动作就可以拿到物品 好 我们通过今天的解读啊 相信你已经了解了 断舍离是什么 为什么要做和怎么做 那借助今天断舍离的理念和方法 我们可以重新地去审视周边的环境 和自己的内心的世界 让我们的生活焕然一新 好 断舍离这本书就为您解读到这儿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